这个抢匪飞车抢劫 他专门找的就是在路上呢 民众停车的时候 专抢现金跟手机 因为呢是毒瘾发作 受不了不断的抢劫来买毒 那么警方追查发现了 这个嫌犯呢 他还带着弟弟跟外甥 一起犯下了八件抢劫和起案 带着安全帽的抢匪从对象起过来 眼睛瞄了一下 马上锁定下手对象 回头注意到被害人 然后就是选定目标了 然后就是确定要抢他 车子一回头看准这名富人 手上的包包 用力一扯 包包立刻到手 满力之下 富人的机车也被推倒了 直接抢他皮包了 被人就被拖倒了 被人当时在干嘛 要停机车 他刚下车要停机车 被抢的富人一脸猖皇失措 要追也追不上 白白损失了包包里的手机 和现金两万元 大部分抢什么东西 抢现金啊手机啊 又抢彩券啊 都是值钱的 对就是主要是换变卖现金啊 证明非是抢匪专门 在路上找目标 趁民众在停车的时候行抢 因为毒瘾发作 让他受不了 才会不断抢劫买毒 这个嫌犯他本身是有吸毒 已经成瘾了 所以为了吸毒 他就是要一直犯案 才提供他那个金权的来源 最后警方追查发现 抢匪还带着弟弟和外甥 一起犯案 一共犯下了五件抢案和三件弃案 就在这回栽在警方的手里 弟弟和外甥也一举被警方逮捕 周圈涵志鑫 许亦林台中采访报道 领导val 入口 盏 领导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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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